抖音处罚利用佛愿形象虚假营销账号48个 其中永久封禁7个 IT之家9月23日消息据报道 从抖音安全中心获悉 经过核查 抖音共处罚利用佛愿形象 营造人设开展虚假营销行为相关账号48个 其中永久封禁账号7个 同时经理违规视频148条 此外平台在搜索场景 针对相关行为上线温馨提示 当用户搜索佛愿时 搜索结果页会提示做真实的自己 才会被人长久喜爱 IT之家了解到 福恋是佛系名人的简称 只喜欢擅手抄经书 在庙摆拍 喜欢炫耀品茶 焚香 蝉修的一类愿望红